电视机拍下地下室停车场 入口铁卷门刚刚升起 黑色轿车往前冲 另一辆白色轿车差点就被撞到 而高速冲下坡的黑色轿车 就直接撞上墙壁 黑色轿车车头完全毁损 引擎盖挡风玻璃全都碎裂 安全气囊爆开 意外发生在19号中午 中正区一处集合式住宅 57岁男子开车载着太太 准备进入地下室 但车辆突然撞上墙壁 当下男子受困车内 太太执行脱困 但驾驶已经没有心跳呼吸 本所远景于111年8月19日中午 接获119转报 本市关海街社区地下停车场 有交通事故 经了解为阳性男子驾驶 自小客车负载奖性女子 驶入停车场后 不明原因失控治状墙壁 两名伤者送往三军医院治疗 后阳性男子宣告不治 令奖性女子在院观察 警方将继续收集相关试证 以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 男子伤势过重 抢救之后仍然回天乏术 警方调查 两个人才正要搬入社区 第一天就发生意外 似乎因为 因为进入社区 车辆临时暴冲 所造成的意外 事故现场是双向车道 整起意外怎么发生 诸多疑点警方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